歡迎參加我們線上的玻璃盆景製作活動 我們的素材包非常豐富 包括一些沙石、泥土台藻、玻璃瓶植物、工具等等 首先我們的第一個步驟是把白色的石仔鋪在玻璃瓶底部做一個儲水測 第二步會用到我們的盆景專用泥土 這裡我們每個步驟只會用少量,不要整包用光 首先我們會加大約3斤左右,把白色的石仔完全遮蓋 我們製作期間千萬不要搖晃我把儀防泥土掉到下一層 第三步我們會準備我們的植物 我們在袋子拿出來的時候儘量溫柔一點,不要太大力 首先我們會用到冰水花這隻植物 我們看到下面有些黑色的泥土,我們不要弄走它 夾的時候就夾著黑色泥高一點的位置 把它放在玻璃瓶的後方 放的時候不需要特別寄在家裡找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插入泥土裡面,直接放在泥土上面就可以了 放的時候儘量把植物壓在玻璃瓶的後方 讓前方有多些位置放其他的植物 下一步我們會大約加5-6斤泥土,把黑色泥完全遮蓋 如果有些泥土進不到後面 我們也可以用到夾仔去幫助 我們慢慢用一些泥去後方就可以了 也不要太大力去搖它 下一步我們會圍著玻璃瓶的邊緣去加泥土 我們加泥土的時候大約4-5斤左右 我們就可以讓玻璃瓶的邊緣形成一個泥碗的形狀 如果你不小心倒在中間,我們可以慢慢把泥土撥去玻璃的邊緣 下一步我們會用到這個白髮台線 我們以防會弄壞台線 所以我們要用剪刀剪開袋 慢慢凹出來,會比較安全一點,就不會散開 這個台線如果有些太大塊,我們都需要撕開 令到它大約一個手指弓的大小 如果多了的話,我們放在一邊就可以了 我們放的時候,首先會把它捏實一點 讓它放在玻璃瓶左右兩邊 我們會形成一個括弧的形狀 如果有些草皮太大塊,差一點 你可以自行把它剪開一點 也可以用夾仔輔助把它壓在一起 最後我們前方留下大約三隻手指的空間 去做一個荷的效果 下一步我們會用到我們的主題植物紅黃紋 這個植物,留意它有方向性 有一面會比較多些顏色 另一面會比較淺色 我們就會把漂亮的那邊對著自己 放的時候,留意根部要放在泥土上面 千萬不要放在草皮上面 植物方面,自己衡量數量 如果你想空間多一點,就不一定要放光 我們放的時候,留意葉子 互相不要搭著對方 我們就把它梳好 最後留意根部,如果飄上來 我們需要用夾仔把它按到泥土面 以防它彈起 下一步我們都是加泥土的 加的時候不需要到處倒 我們倒在固定的位置 之後呢,就把泥土慢慢推開 把所有黑色的泥遮蓋 把草皮放進去 留意我們的泥土 草皮這裡是一條直線 就不要有高低級 剛才應該會有少少的草皮靜了 如果用完也不要緊 這一步可以不做的 有剩餘的話,我們就把它放在植物的前方 不要壓到葉子 我們就可以做到一個小草地的效果 我們會用到這個瓶子 我們大約會用一半左右的水分 大約50ml 我們會把它倒在草皮或沙石的位置 就可以了 不需要到處倒 最後我們會用到石春 我們加的時候 就會完全用草地的邊緣去加 加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夾仔或者用手加 都無所謂的 注意我們要少少力 把它按到泥土裡面 不要就這樣放在面上 注意玻璃的位置 不要太大力 以防刮花玻璃 下一步我們會用到藍色沙 倒的時候小心一點 我們就不要到處倒 倒在固定的位置 然後用手指慢慢推開 分量不需要太多 薄薄地一浸就可以了 盆景的外觀大致上做好 我們可以加少少公仔去做裝飾 公仔方面 你也可以用回自己的公仔 不一定要用光 最後我們拆一塊小牌 祝願大家父親節快樂 最後我們的盆景也非常容易打理 只要看到泥土的顏色慢慢變白 我們就可以加水 那我們每次加水就加半瓶 沒有定日子的 兩日變白就兩日加 如果一個星期都沒有變白 就一個星期都不用加 加水的位置 只需要加在沙石位置就可以了 也都不需要曬太陽的 放在室內有燈光的位置就可以 詳細可以看回我們附送的日常打理的保養卡 我們可以加入 ICH位是不一樣的 也不同 我們可以喝到 我們可以喝再次數不足 也應該進去 我們可以喝多一點 你就可以喝多一點 你可 schwierig 我們可以喝多一點 或喝多一點 temos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